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6月中的时候 澳元、英镑和家园分别在低位 已经反弹了18.6、7.3和6.4% 以前市场的资金不时流向高息货币 但现在各国主要货币的利率接近同息 息差收窄了 而且低息环境影响应该会持续 所以资金流向应该比以前少 外汇走势就要视乎市场承受风险的取态 这件事就要靠观察其他金融市场 比如股市资金流向的走势 澳元在3月中低建0.54美元之后 急速回应反弹 短期之内已经反弹了接近20% 留意中国和澳洲关系紧张 可能成为一个短期隐忧 有机会触发澳元高位回落的风险 至于中层线来说 市场愿意承受较高风险之下 股市商品做好 澳元对美元依然有力上高位 英镑相对上应该会比较弱 分析英镑除了看英镑对美元走势之外 另一个主要指标就是欧罗对英镑的走势 现在欧罗对英镑其实是偏强的 反映出人们觉得脱欧对英国不利 加上在疫情处理上 英国做得亦似乎比较差点 从上述角度去判断 长远前景来说 英镑未必会太好 市场风险为立提升之外 香港近期有很多大型新股上市 令资金流入 而有很多在美国上市的中资股 日后有机会陆续回香港 做第二上市集资 热钱会继续流入香港 参与这些大型IPO 所以港元的汇率 都会一直贴近强方保证水平 过去几个月多借外币做好 主要为市场憧憬 环球经济会回稳 不过疫情近期在多个国家 是有反弹的迹象 有机会令外汇市场再次波动 在这个波动增加之下 一些结构性的投资产品 像高息投资存款一般 息率一般都会有所提升 投资者可以借取这个机会 赚取更高的利率 和增加潜在回报 又或者简简单单 开立一个外币定期存款 赚取更加优惠的利率 可以透过银行的外汇限价买买服务 online设定限价指示 当到达了目标价汇率的时候 交易就会自动执行 也可以设计度假提示 当到达了深水汇率的时候 你就会收到SMS或E-mail通知 轻松掌握汇价走势 外汇投资和买卖 除了赚取利息和有升值潜力之外 还可以用来旅游 付海外教育费 以及投资海外物业 真正可以说做到 有得赚又有得用